高血压不过是阳气被湿热堵住了 清热力湿疏通阳气 血压蹭蹭下 高血压作为三高的一员 也是个老牌慢性病了 降压药一吃上就不能断 而且呀就算是吃着药 也有很多朋友 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 过一段呢就上去了 只能加药 一天光药呢就得吃好几把 当然了 这里我们说的是西医目前的一个治疗思路 那么中医对于高血压的调理 也是有着独特的优势的 有很多人的高血压 其实就是阳气被湿热堵住了 清热力湿让阳气通畅 血压自然就蹭蹭的往下降 中医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 根据血压升高的时候 头晕头疼 头脚踩棉花感 这些症状归在眩晕病的范畴里面 有一种高血压病人 他的身形呢 往往比较臃肿肥胖 血压高的时候 头晕头脏 头上好像裹了一层 东西一样昏昏沉沉 感觉跟抬不起头一样 平时老觉得累 胳膊腿沉不想动 脑子好像也不管用了 挤不住事 还总是不想吃饭 嘴里干苦 有时候犯恶心 伸出舌头一看 舌苔是比较黄腻的 你再一问 这种人 他平时的饮食 多半是偏爱油腻 高热量的食物 这些东西呢 中医叫做肥肝厚胃 脾胃运化起来呢 是比较费力的 并且很多人啊 还有烟酒嗜好 时间长了以后呢 损伤脾胃 失着内生 失血和食物里的热量呢 纠缠就成了失热 在中医理论中呢 失血它是比较粘腻的 容易影响气机运行 那我们的青羊呢 也是其中之一 失热堵在中胶 影响了青羊往头面走 所以就出现 头昏头胀的情况 其他症状呢 像头沉 胸闷恶心 口干苦等等 都是失热之邪引起的 所以像这种人的高血压 调理的关键呢 就是清热力湿 那你说用什么方 什么药呢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中医讲究辩证论之一 因人而异 我们在这里啊 重在给大家分享思路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让专业医生帮你辩证